我們看到現在這個時候 綠營接近協力的是要打韓國瑜 最主要一點要轉移 陳明文現在300萬 交代不清楚的真相 可是民進黨要陳明文交代清楚 他真的會講清楚嗎 他說的 不可能 他會講清楚他就要命三天 他第三天才出現 為什麼這三天要躲起來 要不敢不敢出來面具 要這樣選擇逃避 不說老實話 編一個漂亮故事 編一個故事就要編好幾個故事來圓謊 我是覺得說 他自己穿車過程是怎樣 沒關係 我在星期一早上9點 我也到嘉義地檢署去告發他 對 要高鐵證據保全 最淨骨彈現出來 你不怕書法 他就是不說老實話 書法走下去 幾點幾分領錢 去哪裡領錢領幾次 包括高鐵 外面是不是拖 這腳拖 還有拖什麼東西 還是說拖幾腳 外面就出來就說話了 當天9號我去告發 回到服務處 只有10點 電話響了 就一位民進黨高層打給我 民進黨高層 我不講誰 你如果稍微揺揺揺揺揺揺揺 跟我說 國兄 大家如果在那裡 可以化解一下 化解一下 你聽到嗎 說化解一下 對啦 意思是說看我可以化解 我不要說什麼人 但是總是我也很感謝這個人 我覺得這個人沒有得到他的 認可的話 他主動找我 我如果說好 見個面 結果他不要 他剛才見面就升起來 所以說這個趨勢越走越像了 因為我這時候我的民調 不會輸他 我自己作為民調 甚至於我說白 我的民調會贏他 所以他可能會因為這個事件 我上個禮拜就判斷講過了 越來越可能會犯將 換鞋子回來選 因為鞋子在柯P那裡 做副發言人 他拚這邊 鞋子就要去拚 柯文哲跟郭台銘 對 他有副指揮這樣的 所以順著這個 可是他會不會是放保險 放保險 我覺得會順著這個方向 把兒子拉過來民進黨 他不算民進黨 可能來增加他兒子 這樣提早接班 因為他真的對他兒子都不錯 這天下北無心 我覺得他會去裁判 他這個學生 所以越來越有可能 會換他兒子選 真的 真的 那個企議不要再說了 都說郭台銘企議 人企議那我最早好的 已經砍棒都上去了 全家一線的看板 今天都已經上了 起義兩個字 郭台銘 郭董 拜託你不要再說起義 你起誰的義 你同籌算書人都會要算 這樣叫做起義 這樣叫做起義 我們是四十多年以來 總共一個人在做 都會說 準算 我們要打打 他的規定 我們要出來跟他拚 沒有人要去幫他拚 是我 林國慶 有這個叫小丹風勇氣 沒有人要幫他選 我才叫做起義 這樣你如果用起義 拜託不要再用起義 現在國家機器 好像也針對另外一個人 你知道嗎 我發現國家機器 現在服務對象越來越多了 我跟你講有一個人最近 也有幸變成國家機器VIP 這個人叫林國慶 因為我們的國慶哥呢 他這一次就是 他已經把他的戶籍 籤回嘉義那個地方去 那準備在路曼村那個那裡 那請他父親幫忙籤了 那意思就是說如果有機會 也許他就會參與 這個立委的選舉 那當然這一切還要看 未來的一些發展 結果他一去之後 馬上覺得奇怪 居然警察馬上就到那邊去找人 你看這是國慶哥的臉書 他說警察悲悲辛苦啦 造成你們困擾 整理好會入住的請放心 我心裡不禁要問 有人知道現在 現任的山區陳大立委 這幾年來洛籍在哪裡呢 都住在哪裡呢 有相關單位去查戶口嗎 結果如何呢 是不是幽靈人口呢 誰能告訴我呢 謝謝大家 你看國慶哥這個臉書 貼出來之後馬上有網友 這個網友果然是還要來 你知道他說因為明文有規定 所以不用覺得意外 明文規定 明文規定 然後我決定明年 一定不在明文規定了 你看這是網友 這些網友真的都行他來了 但是明文規定 其實在嘉義是一個俗語 你知道 真的是個俗語 這是張花冠講的 張花冠說 現在大家都有一種感覺 嘉義只有一派 派系霸凌 隻手遮天 這是現象 還說明文規定 在嘉義是一句流行語 這張花冠說的 這個不是我說的 所以我們大家都知道 明文規定到底是什麼意思 觀眾朋友應該都聊 難道因為這樣子 林國慶不過是把戶籍 簽過去馬上就有人來查水表嗎 當然我也必須跟大家講一個實在的 也就是理論上來說 只要你把戶籍簽到我的轄區之內 我是有權來去查看一下 是不是真的有這個人簽入 對 所以他是可以這樣做 並沒有違法 但是問題來了 如果不是因為跟選舉有關 如果不是牽涉到利益有關的話 你覺得警察有這麼閒嗎 不會那麼閒的 還是特別照顧林國慶 所以大家就知道 要擠入國家機器VIP 真的不是件容易的事 國慶兄 你都還沒有說要選 你的戶籍才根本簽一下子 沒想到警察就開始來到你家 查水表了 當然另一方面可能警察是 顧及到你的人身安危 所以特別來看一下 不過看起來 看起來是不是民進黨 現在這個時候 害怕你打破那明文規定 所以要用國家機器來對付某個人 我先感謝韓濱 把我拱得這麼 國家機器的做上兵跟VIP 沒有 那麼嚴重 我是感覺說這樣 我當天是有感動發 是昨天發的 掌握的 馬上得到熱烈迴響 4900多個讚 有640者的留言 留言沒有人知道 到底那個委員 陳大委員是住在哪裡 有沒有住在那裡 到現在也沒有一個答案 我是感覺說 我們不能責怪警察伯伯 所以我還特別說 警察伯伯辛苦了 我就第一時間就馬上配合去報到 我是在前天晚上 我爸爸把我拳給他出來了 因為我爸爸一直鼓勵我 一直拚我說要參選三居 跟陳大立委對決 對決當然現在的狀況 國民黨也可能提出人選 其他黨派也可能 我是覺得說 如果可以再也組一個聯盟 推出一個最強的 他來拚陳明雯比較有辦法 不然陳大委員無意不予 而且是功無不勝 戰無不克 四十幾年以來不可以落選過 在二十幾歲做議員到這時候 一世人不可以落選過 所以要把他選 又是鷹派大將 大將 對 現在鷹派的所勞 你看看越來越強 越來越進化 越強大 資源也多 要把他選的人真的把他找不到 現在國民黨也沒有人想 願意跟他選 沒有人搶到那個戰場的 對 所以說真正常選的位 我會去住 因為我本身在水上這邊 跟山那邊二十兩 如果可以住在那邊的話 當然時間 效率各方面都好 所以我就要看房間 順便跟我們臨時總親拜一下 因為聽是我們總親會理事頂 他的總書 我去拜我的祖先跟他講 看房間也應該 去到他 那個鷹派大將來一個 阿晉說 你要找什麼 他不要我 他沒有在看電視的 可能都晚上七八點就睡了 你要找什麼 我說沒有 我就給我手在這裡 是你喔 那天警察就來 你找你 看你有來大 我問我說我不要看過 我知道了 我就馬上 我也不讓警察揹揹揹揹 我就馬上到派出所去 去道案說明 跟他們表達我會過去住 警察這是他們的職責 因為你有人說 讓我來這裡 是不是幽靈人口 有沒有住在這裡 他們當然要查 但是我跟他問就是說 但是怎麼那麼有效率 對 而且在鄉下這地方 居然這麼快的時候 我們不能怪他們 如果他們沒查 反而會被上面也給他壓力 他說為什麼 人家就要領國慶錢去那裡 都不用去看 你的上面機器不就國家機器 所以我比較懷疑的是 加議官人都知道說 陳明文立委他住在哪裡 他住在加議室 六教堂 大家都知道 他的鞋子放在哪裡 感覺大過 事實上如果說 你像有的人選機 是要去前鞋子 我還要去跟郝酸人家搭檢子 經過幾次查訪 你沒有住那邊 他是可以幫你牽回原地址 因為你是幽靈人口 對不對 很多都可以把錢都回來了 因為查到他 他是寄居的 而且人都沒來 是為了選舉 我們加議有一張叫超三川 川中選兩次 兩個都扁票 兩次都同票 兩次都同票 兩次抽籤都是 那個人丟到 你會想 後來要選的時候 你選兩位去嗎 你可能就贏兩票 我剛才有選兩位 我給前面說一句 我也要選兩位來補 你再選一位補 我怎麼選一票 選兩次都是同票 所以說 我不真的有感而發 丁岸發說 有誰知道他住哪裡 有看到他住在哪裡嗎 真的 我們都不盡要懷疑 所以說這段時間 我們館長館 如果有開始 聽我可以去那裡吃飯 三月 八月 中秋到了 你們有去吃的來感謝我 真的 我要鼓勵給大家求 有去吃的支持 支持那邊 沒有吃到的都支持我 這樣就好了 你有說過 沒有吃到的支持我 不 我還沒有確定 我還是希望說 整合所有在野的力量 因為有一個公約數 就是說陳大委員 現在只有這麼久 四十多年該休息 讓他含語弄孫 不要讓他這麼奔波 為台灣繼續再拚 這樣也不好 四十多年有夠了 加以不是一個人說都尊勝 不是什麼人說都沒有跟一個人說尊勝 所以還是那一句話 打破民文規定 我們起義 起義 對家起義 追家起義 對家起義